克洛普疯狂迪斯拉莫斯在欧冠决赛中,拉莫斯在防守中致使萨拉赫受伤离场,这让黄马队长饱受争议。 而在出席英超首轮的发布会时,利乌普主帅克洛普,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拉莫斯,克洛普表示,我并不想为了赢得胜利,而用尽各种手段,当然,我很想成为欧冠的胜利者。 当然我也不愿意,因为我所做的种种不明智行为,而把盗兽冠军还回去,我不指望能从他拉莫斯那里要回奖杯,我只是希望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,能多考虑一下,对于萨拉赫的受伤。 克洛普表示,那或许只是一个巧合,但是这却出现在了萨拉赫职业生涯最为巅峰的阶段,就在场地的中央,很多人说,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,但是如果我们向孩子们传达,为了胜利,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。 这信息的话,那我会很乐意在40年后离开这个星球,克洛普,继续说道,我是一个好的失败者,不,但我们在备战的时候,不得不要谈到拉莫斯,因为他在一年前对阵游文的欧冠决赛中,有一次跳水动作,导致跨德拉多被红牌罚下,黄马确实配得上欧冠冠军,没有人会对此说什么, 但是为了赢冠军就得像拉莫斯那样做吗?不,你不该这样,Beans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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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